中国当中很多食鱼都是提醒我们发射的 原文鸡的目的是其中一个食鱼 进持的时候有一个叫做组织的药 在小的时候没有差异的 小的时候没有差异的 你在这做什么?你年纪都不小了 睡不着,还要想着玩 你再这样下去一定没有出息的 老公,我知错了 你都是,只要想着玩 世间不努力学习 大哥怎么会成为一个有用的人呢? 大哥,对不起 大哥,你放心吧 我们一定会见一番事业的 不会辜负大家对我们的朋友 你等到我会放心 过了几个月之后,到了冬天 真的好冷啊,我要上床睡觉了 那也好,我们明天一晴就要起床来练练了 你还好睡吗?这么冷 哎,快点去睡觉了 快点起床,快点起床 现在要起床来练功了 想做大哥就要努力 不可以只是发梦的 现在就要勤地练功 大哥了之后,随时要保家为国的 快点起床了 我在外面等你了 这么早叫人家起床 真是没应用了 真是好冷静啊 姐姐 姐姐 好冷静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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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几年之后 祖帝每日听闻到早晨的 风鸡提叫声 再起床无见 他之后 更加大观 祖帝的事像 和冬天 很值得学习的 真是好冷静啊 真是好冷静啊 人家起床的意思 是指一 为何叫做喜床无见 这个成语 仍然有自告过的事 发生错误 亦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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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段时间努力不开 多谢大家